我喜欢相声的变化 首先说相声的变化 我的变化比以前沉稳 现在上了台之后 我喜欢一点一点的带过我这个 可能说的特别沉稳 音乐方面 可能现在也比较喜欢听一些 慢歌啊 你喜欢相声的变化 我才去琢磨他 我喜欢歌我才会琢磨他 我不喜欢他我琢磨他干嘛 我这个创造力 我这个创造力 我不是说这种 作纳 就是生创造 为了创造而创造 在我的相声里面比如说 要是融入到新的东西 不是说生想出来的 比如说我跟大党间 他遇见什么好玩的事 或者谁讲一笑话 我会告诉他 他也会告诉我 我们俩琢磨一下 看看这个效果 这个结构怎么融入到 哪一段相声里面 反正我俩是这样的 接触创造文化 你知道喜欢创造文化 我跟小时候有关系 姐姐唱大鼓 唱姐姐大鼓 碎的时候小时候 就跟姐姐去小剧场 然后就跟姐姐去小剧场 我觉得现在这些人 挺喜欢这个相声和传统 为什么 因为传统的东西 好多人觉得传统的东西很落后 其实并不是 因为他不了解 比如现在的00后90后 喜欢听小曲 为什么 因为他比如说鼓曲 他的好多的唱相业 比如说我唱 就是鼓曲舍开业的时候 我唱的高粱版水 但是你听王沛晨老先生 他要按照他那个时候唱 他要按照他那个时候唱 可能 观众可能就会觉得 他不容易这么接受 但是我呢 会融入到好多的 比如说歌曲的方式 投资发音 我来规划这个枪 这个运 但是王沛晨老先生 人家在他唱的那个时期 也是他最流行的唱枪 贝美唱 贝美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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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目前还没有唱 现在就是让更多的00后90后 来了解传统艺术的道具 像是怎么做的 让更多年轻人喜欢穿的衣服 我说说话 我不用什么问题 建议这个问题 因为我自己现在还在学 你们越唱越好 越唱越好听 生意越来越甜美 项上的包袱越来越香 其实从小我就喜欢这歌 我不光是喜欢像上 喜欢唱舞曲 我会喜欢唱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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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好一种音乐 做好一首歌 因为我不想表达出来 就是 哦 现在出歌了 好一首歌 你向上出歌 你听就是不能试 我不想 我希望把演唱会 赶紧地开始 我希望把演唱会 赶紧地开始 一首歌 像邓一只飘飘 就是这种歌 就是这种歌 自己的歌 不一样 像我翻唱唱歌 第一次翻唱 可能戏的也是不一样 看我参加音乐节的时候 我就告诉你 第一次参加音乐节的时候 我就告诉你 赵云雷 你现在是歌手转移 你歌手的声音出现 我会紧张 我会把每一次唱歌分当场 就每一次上台唱歌 你歌手的声音都都当作是 第一次上台 这样子 这样子还好 就跟像你一样 其实我更喜欢就是唱故事 可能我喜欢的感觉 可能我是像上演员 从像演员发现到唱歌 但是我这个像上演员 这个我们这个 因为我们说像 就是给大家设计故事 所以我要是我唱歌的时候 我就喜欢把他 能断动 然后我会想 这个歌词应该是怎么表达 这个歌词应该是怎么表达 如果于像上来表达 这个歌词应该是怎么表达 这个歌词应该是怎么表达 那我要用声音版的唱出来 我要告诉大家 我要告诉大家 我是在唱故事 而不是 傻傻的但是唱歌词 路人一般听他就会 因为他不知道我已经 转型唱 唱歌 从像演员发现唱歌 他可能路人听他 哦 一个收像唱歌唱不好 我觉得 音乐上 我还会继续组 现在我已经选了一首歌了 提前透露给你们 我已经选了一首歌 但是我还没有去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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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